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陈正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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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的同学们 大家好 这个群雷打挥的真的是漂亮 党党呢 从二月到现在 今天还在陆续创高当中 不求涨停 但是掌声不停 真的 三月才两天 三月一号 是 然后到今天三月四号 两个交易日 是 来 同学 你们觉得台北股市 这是我们的ATM 真的是我们的陈层家族的超级提款机 对不对 开心 别人是追高又停损 我们是在干嘛 一档一档 开心的圈内档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我跟你的接受 我跟你讲的接受 我们都讲在怎么样 我们都买在 前头 投信外资的前头 是 对不对 只有讲在前头 买在前头 你后面才会有怎么样 有开心的赚头 是的 对不对 没错 今天 艾普 漂亮 503了 503 对啊 有没有 那个勒 还有 我这个周末 我跟各位讲记忆体 金豪科 但是其实记忆体 我也不是这个周末讲 我说AI 除了超级晶片 周围要怎么样 高速传输 要记忆体 等等的 要能够配合得上 对 有没有 是 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这个 立志 立基 比较弱了 对不对 我都讲几天了 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赚起来 你礼拜五涨停 你看到涨停 还是有人 要跟你赌涨停 带你去追涨停 你今天就直接下来了 我们是在网上获利了结 是 可是你不买在前面 大家现在都要来去追的时候 电视上都拿出来讲的时候 你才要去买的时候 你买的怎么样 胆战惺惺惺 很危险啊 是啊 老师一直强调三星 买的安心抱的放心赚的开心 但是你如果去追高 你是不是就胆战惺惺惺 今天立志 还有包括滑晴 今天都是冲高之后 但是尾盘却又掉了下来 好 这个都是老师在之前 就跟大家分享过的 立志是4968 WiFi 7 老师连在巴塔亚沙滩都跟大家讲 来 这档我是不是去至少跟你讲两个月了 年前就讲 两个月前你不来 我在巴塔亚海边的时候 我再跟你讲 整个二月来就是它 对 有没有 到三月 已经二月涨一个月了 其实一月也算进去 对 因为我是在十二月分享会跟你讲这档 没错 对不对 十二月分享会 我跟你讲这档 我告诉你说我跟你讲分享会 你一定要来参加 一定要 十二月分享会 是 十二月分享会 对 都是在低点 对 甜蜜区 到了一月 大家跑去追AI三雄 它没动 整个一月底二月标起来了 标起来我们是在想 我们要怎么往上卖 是 可是别人是带你怎么往上追 你看到礼拜五涨停 很high 今天一早冲进去 今天立马就跌停 各位你去看今天这根黑K 几乎整个二月 二月底 我们是新春红盘回来 哇你看他立即冲两根红K 你看这根黑K 是不是把昨天的红K吃掉 是 换句话说今天的低点 比昨天礼拜五的低点 还要低 代表怎么样 如果你是礼拜五买进的人没有走 今天全部套牢 套牢吗 有没有 是 所以买点决定胜率 还是跟各位讲买点决定胜率 没错 我都讲一个月的股票 你要就要早来 还有一档 花勤吗 华勤 华勤今天 在上个礼拜最强 3515的华勤 两根掌停冲出去 各位亲爱的 然后呢就看到全市场都在讲华勤了 华勤我在哪里买的 我在那边带你买的 滴滴滴滴滴 我们全联打扮买在这一天 这一天买250一次 杀下来230再减一次就上去了 我告诉你不会做的分析师 这边买 告你这边停损 这不是停损啊 这叫干嘛 有低堪买值需买 有甜蜜区 这个华勤 甜蜜区当然要赶快勇于挥棒 好来 那我再跟各位讲 你把这个华勤的线图记住 好 这是我们做的股票 3515的华勤 我是不是一样带你买在怎么样 起涨前 对 起涨前 这一根上去 我已经不会带你去追了 我们都是怎么样 严冬布局 春暖花开等收客 买在前面 你不会在那边买来买去的时候 怎么样 担心 追高被到货 我们在那边是想的 我要怎么往上卖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在那边早就买好了嘛 是 对照吗 3006 金豪科 3006的金豪科 长得是一摸摸一样样 各位你看看 这叫3515华勤 但是你看 3006 记忆体 是 我节目我都已经给你透玄机了 重点是你会不会去 找股票来做 那你不会找股票来做 就很简单 就跟着我们做 会费才几万块 你一单股票就可以 你不觉得他跟 华勤很像 是啊 两根红K 然后后面一个冲高黑K 杀下来之后 怎么样 这两天大盘都不错 杀下来 上去 各位 你跟我坐在这边 你今天看到联发科 你看到台积电 然后指数 你们都觉得说 已经一万九了 这么高 不敢坐 很危险 各位 我已经跟你讲几百年了 老师讲那么夸张到几百年 我知道讲夸张 不然你不会听 我是不是已经跟你讲好几次了 对 我说做股票不要看大盘指数 你要看大盘就看台积电就好了 你看大盘指数 你永远不敢买股票 因为跌你也不敢买 为什么指数再跌你也不敢买 你怕指数继续跌 指数高你也不敢买 那你都不要买 都不要做就好 你就旁边看 几百年都不要做股票 对不对 你股票老股友 你做几十年的 一万点是怎么样 对不对 一万点是心理关卡 到了一万你就嫌高 万二你也在怕 这几年来 你看到一万破了没有 就是疫情的当下跌到8800 现在一万九了 你要看指数 你永远都嫌高了 为什么 因为指数现在是靠台积电在乘 对 那没有台积电 其他股票就不能做的吗 你都忘记了 去年一整年 每次指数一刹下去的时候 你都不要我都来捡 对 还记得我带你买520的台积电吗 中秋前 516买得漂亮 你报到现在一张20万 但是你就算没报 你就算没台积电也没关系 你来你就看这档金豪科 这三天的低在哪里 90 90块 到今天104 一张14 15% 15% 15%等于一根半涨停 他这三天都没有涨停 涨不停 所以各位 做股票你一定要跳脱 你不要有涨停 不要一定非要有涨停 你只要什么涨不停就好 三天15% 很漂亮 你去看这三天台积电 有没有15% 你不要看今天台积电这样 你没有台积电很可惜 你没有联发科很可惜 台积电这几天就是690 到今天725好了 35块 台积电如果690 要赚15%要赚15%要到多少 要到800了 那台积电现在也才725 这金豪科 就算过去让你等一个月 你今天就怎么样 爽赚15% 爽赚15% 就这几天 可是你要看到今天 你要看到昨天外资大买一万张 今天它直接开高 有没有 今天直接开100以上 104就下来了 对 所以股票 你是不是要跟我先买在前面 起来放 然后怎么样 等风起 昨天的一万多张 不就是外资来帮我们台吗 是的 买在前头菜有赚头啦 然后呢 等大人来帮我们台叫 风来了 你自然就可以享受到 我再跟你看一下滑琴 好 3515的滑琴 你去对比 这两档长得真相 3515的滑琴 也是两根红黑之后 今天创高 然后呢 掉下来 是不是一样 是 是不是整理一段时间 先怎么样 往下洗 洗 有没有 洗喜欢停损的嘛 洗 什么样 就往大风吹 吹什么 对不对 吹没有信心的人 对不对 大风洗 洗什么 洗看不懂产业的人 洗出去之后 那有没有人本来很靠好 叫你买 结果一扎去 不知道怎么办 先停存再说 一停存再说上去了 我跟讲 如果有这一种症状 代表什么 不会做股票 不会做股票 不要再自己做了 所以你就是跟着老师的脚步 老师从产业帮你选股 先在甜蜜区先挥棒 先买好来 然后风来了 你股价自然就能够享受到创高的喜悦 你看我们这段时间 的操作绩效多漂亮 一月二月 就这二月 农历年后 就农历年后 二月 我在节目上跟你讲的这些股票 一档一档一档 一档一档赚 真的 大获权 对不对 非常漂亮 这是月初的 对 这是月底 二月才十个交易日 我们从一月底让你布局 到整个二月 我过年前告诉你说 红包用力包出去 是 智茂 智新 茂达 这每一档都是两万 对 再来 瑞玉 然后呢 富桥 富桥你不要看他从16到19 对 很厉害 16到19 快20% 那是20% 160块涨到190块 20%的概念就是 100万就是赚了20万 有没有 智茂 智茂呢 你都知道吧 你有认真看我节目了 智茂这半年来 我是不是第一个 跟大家分享 我较劲的分析师 我跟讲这很多时候 我第一个较劲啊 对 智茂啊 1月22号 200 210 我就一直在那里布局了 是 这个是不是也是20% 有 是 对不对 创为也是20% USB 有没有 是 1001 以下106 107 109 到133 也是20% 漂亮 再来 亚信 有 有没有 同心店 威风店 更新 也没人在做更新啊 是啊 这档我也是给他让你赚啊 有 对不对 到今天还是在240啊 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股票 很稳 你早点买 你不会到后面 最后那一段 我们叫什么 飞龙在天了 飞龙在天下一个窑叫什么 上九的窑耶 叫抗龙有回耶 你要跟人家讲浅龙 你要跟人家讲飞龙在天 你要用益金来讲股票 不要只学一半 你要学整套 你要跟我学整套 现在今年是农年 一堆人就跟着我来讲怎么样 浅龙 跟着我来讲怎么样 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 抗龙有回 还有人在讲抗龙有回 对 抗龙有回是 赢到顶了 你到顶会后悔的 对 我看到早上产节目 居然有分析师拿来讲说 抗龙有回的股票 抗龙有回的股票 对 你要去做抗龙有回的股票吗 那已经是到盛极而衰的 带你去买抗龙 你说这几档抗龙有回的股票 傻眼 抗龙有回你买了你会后悔 不懂还乱用 笑死人了 节目不能乱看 来 还有台湾精锐 台湾精锐 然后呢 华琴 金豪科 金豪科 对 二月份 就是二月份哦 不是说要让你早很久 这个当然是二月份 就可以有这么漂亮的操作 而且这个二月份当中 其实还有一档 待会再请老师给大家看回股 我们一个一个跟你验证 我今天聊产业 我跟各位讲这个 很精彩哦 我跟你讲高频宽记忆题 所以如果你要读懂产业的 麻烦你YT加进来 股海大丈夫 我刚讲的那些股票 我们那 WiFi7 我们每个月带你赚的股票 其实我在我的聊产业 都有分享 只是你要不要花时间看 还是你只是想要名牌 我说你要名牌 的结果是 你又不懂产业 然后大盘一个指数杀下来 或者外资卖下来的时候 你就在怕 明明会赚钱股票被你卖掉 那就是怎么样 你没有认真 独产业 看节目嘛 没有认真独产业嘛 对 你看到今天的台股 一万九千二九千三的时候 各位 脑袋瓜 我现在带着你做时光机 回去一下好不好 我们选举前 有一天外资卖超 七百多亿的时候 那一天你在干嘛 砍股票 那天你在干嘛 那天别人在带你砍股票 我在欧印 你现在回头来想 一千点又过去了 对不对 到底谁比较厉害 所以我才告诉各位 不要跟着外资 不要跟着什么样 这一个大人们的 动作 后脚在做股票 永远慢一拍 然后他们慢我一拍 对 所以你至少慢我两拍 是的 对不对 所以自己去YT来看 我今天 我聊产业跟各位讲这一口 HBM 因为中市的时间真的是不够 所以就麻烦大家订阅一下 好来 很精彩哦 公司抠讯 麻烦你看一下 IC设计班 3月1号会员 还是新会员 来 金豪科93.7以下 今天104 一张10块 是 3月1号对不对 对 就上9号 是不是3月第一个教育日 是的 今天是不是第二个教育日 对 所以是不是那天外资大买 一万张 是的 3006的金豪科 如果你是跟在外资后面 你是不是又完了 来 我们买在前头 是不是大买一万张 有 不就他来抬轿的吗 那一天 那一天 收多少 97.7 那我们刚看到买93 对不对 93.7 93 93算就是94好了 93.7 你就算买94好不好 这新会员 是啊 那旧会员 你不是买更低吗 因为这档 91 对不对 你找个几天 那都有90可以买 对啊 91都 有9192可以买 对 看到了 你为什么我每天都有 不要说每天 你看我常常都 拿出来的 为什么我告诉你 你只有每次出厂都是赚钱 你的财富才可以怎么样 一直不断累积向上 滚上来 对 有没有 嗯 还有 来 你看 这个还没有开牌 都还有机会的 对 我没开牌就代表 你现在来买 还有 还有空间 还很甜的价格 是的 等到后面开牌之后 哦 你看又是跟我们 还有一个 距离 记忆体 对不对 爱普是不是做记忆体的 有 请看一下 449 什么时候 227 2月27 有没有 2月27 这个IC设计班买多少 449以下 那天很妙 那天的大盘本来是先冲高 后来当天10点盘中 一度大跌200点 就突然杀对不对 对 然后爱普呢 也从449 然后一下450 然后蹦一下 又到435 435左右 所以 就那天 抠讯来不及买的人 你可以买到440 你可以买到440 对啊 可以买更低 我们清代有买到430 有 435 438 36 370 438 都有 438 都有 有人买445 都有 我就跟你讲 我一张不是要带你赚那三四千 五六千 不用去纠结这 那几块钱 不用纠结这嘛 对 对不对 一个礼拜过后了 今天 来 五字头 来看一下 爱普 6531爱普 只有晨晨老师能驾驭得了爱普 今天收491 盘通最高多少 五零 五字头 你有没有看到 我在买的时候 外资跟投信是不是都在卖 卖卖卖卖 老师 你真的很神耶 他们在卖你居然敢买耶 这就是神的地方啊 不是神啊 我了解他们在干嘛 对 老师的底气来自于专业 老师看得懂 都挡到五百五了 对 就居然杀到四百五没人要 我说搞不懂耶 那当初在追五百五 当初在带你追五百五的分析师在干嘛 在干嘛 我告诉你干嘛好不好 看着投信跟外资在卖 就带你停损 然后呢 去追 现在外资跟投信在 帮我抬轿的股票 立即啊 有没有 就害你追到礼拜五的涨停 还有什么呀 创伪啊 智贸啊 好了不要讲 等一下出去被人家打 导播帮我重播 爱普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我在注意它 可是我没有告诉你我要买哦 有没有人带你现在一路往下接的 越接手越软 当初爱普也是投信跟外资 捧上去的嘛 然后现在是不是开始往下砍 看到了吗 二月二十三号 二月二十三 好 那时候老师就留意了哦 那时候老师已经告诉你了 但是你不要自己乱买 我知道你们有人在盯着我这一张 对不对 我说告诉你 我只要出厂都是赚的 是 IC设计之前给你看的时候 一二二 一二 现在一二 现在一二七了 对 就是说从我开班到现在 你如果是一百万来做的人 一次你只要买一张 我这都是用一张跟你算哦 来 你现在是一二七点八三 对 现金科技班已经快一百五了 我给你的承诺 已经快要达到 三月还没结束 我说到三月底 希望他有一百六 好 全年打班 前两天公布的时候是一八二 对不对 对 来一九二了 就这几天的时间 一八二一九二 两个礼拜 让你再赚十万 恭喜发财 你不用一百万的资金 你就一百万的资金 你可以跟我这样累积起来 全中华民国投屋分析室 没有一个人敢拿出这样的一个操作曲线 你是一路北上 好 时间不够了 我利用广告时间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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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礼拜的飞龙在天选股论坛 你还没报名的赶快来 位置有限 你不要我的位置又满了 你才要再来 很抱歉 没有办法 因为整间饭店不都是我的 就是一个会议室而已 我也给你备餐点 你用广告时间 你要跟我操作的 你要报名飞龙在天分享会的 你用广告时间加LINE打电话来 赶快来报名 来今天的上品差一点要涨停 我要跟你讲这场上品 我不是要你现在去追的 各位 已经100块超过了 我只要提醒你说 去年七八月你在做AI的时候 上品是在这里 300以下 我应该是 又是全中华民投股分析 第一个让你怎么样 再低一点怎么样 买进上品的 你去看他这半年来的走势 会比你做AI 散热 等等的技巧来得差吗 并没有 对 有没有 重点是你抱得住 抱不住而已 那已经在这边了 你要不要来做下一支 还在这边的 有没有 一定有 我永远都有 第一个准备好的公司 下一档 对不对 下一档上品 如果一张上品 我当初跟你讲说 50到100块的价差 对不对 一张可以赚10万 而且这种是两三百 两三百块的股票 甚至是一两百块的股票 一张可以赚 100块赚10万 这种股票你要不要 下一档 来 来 高的不要追 今天大盘这么热 你刚才空手的 你做空 放空的人 那我就不管你了 再告诉你不要做空 但是你空手的人 我告诉你 你心可以热 但是你头要冷静 你不要想说 你现在手上没股票 你看到红 大涨的 你就眼睛闭着去追了 还有 我的同学 我们陈诚家族告诉你 这段时间我帮你赚很多钱 不要钱赚到之后 自己又犯了大头症 自己又跑去乱买了 我的扣迅请你跟好来 一档一档跟我怎么样 甜蜜去挥棒 我没有让你挥棒 你不要给我随便 去追别人的股票 好不容易 我这边让你赚到钱了 你又在这边自己 随随便便 犯了大头症 你给他亏回去 听清楚没 叫指令操作 延师怎么样 出高途 我就是因为这么严格 我就是因为这么守纪律 我是要让你怎么样 挡挡100分的怎么样 持续累积上去 好 所以你刚刚看到了 低轨卫星 基期非常的低 还有机会 想跟上的朋友 接下来 今天跑鸭王子 他贴给我看 卖了八张金豪科 两张华琴 还有两张APP 多少 获利75万9 自己看 他贴出来的 有出的真相 你要复制他这样的获利吗 广告时间直接怎么样 把赖加起来 电话不通 把赖加过来 想要不要挥出全雷达 就从广告电话打来开始 让我挡挡 带你挥出全雷达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就加入 股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扫下方TRACO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频道 订阅按赞 打开小铃铛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